明天即將迎來的就是邊境大解封 所以航空業蓄勢待發 六都中的國際城市桃園 受惠航空城計畫 亞洲矽谷 雙北脫北人口的三大利多 其中小快溪重劃區 因為有著超過14%的率負面積 以及近領五大商圈 生活機能便利 也有望晉升桃園版大值的潛力 飛機劃破天際 國門即將解封 台灣國際門戶桃園的航空城計畫 延記錄實質開發階段 預計2027年航空產業將會大大升級 目前進駐的大部分都是航空業 或者是零售業 甚至是生技 或者是科技研發的龍頭 所以未來的確第一個 就是它面積開發非常大 所以會帶來非常多的就業人口 桃園作為全台近十年內 房市最蓬勃的城市 不僅成為脫北者向南買房第一站 加上航空城 亞洲矽谷 居住需求三大引擎 其中更以樂國宜居特質 獨佔凹頭的莫過於小快溪重劃區 大量綠翼覆蓋環繞 小快溪重劃區還緊鄰五大商圈 既可享受舊市區便捷的機能 又有重劃區的舒適生活環境 具備桃園版大值的潛力 那小快溪重劃區同時也是桃園市中心 最後一塊的重劃區的樹地 所以說未來這邊的居住品質也好 居住的人也好 跟客戶的層次也好 都會比我們講早期的藝文 還要來得更優質 主幹道縣的春日路四通八達 距離桃園機場15分鐘 桃園車站3到5分鐘 交通到位 產業加持 潛有著不輸台北大值的樂居環境 也讓桃園小快溪重劃區 成為不少高資產族群的熱門首選 東三新聞 盧玉廷 楊昭 副議文桃園報導